想必大家都已看过,近期大热的影片我不是要什么,报销着看完前半段,然后留下伤感的冷水走出电影院,对于如此效忠带累,拷问人性的佳作,疾病竟然如此,轻易的摧毁了一个家庭,是什么的一样的疾病呢? 是的,它就是白血病,提起白血病,很多人想到的是不治之症,其实,现代医学发展到现在,白血病依然是不治之症吗?白血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,得了白血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? 带着这样的疑问,今天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,学武血液科主任孙婉宁主任,为大家一一揭开白血病的神秘面纱,简介,擅长,凭血性疾病,且或在白血病,淋巴流,白血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? 白血病是一种造血干细胞的恶性肿瘤,就像肺癌,肝癌,胃癌一样,都属于恶性肿瘤的疾病,其特征为骨髓内异常的白血病细胞,因为增殖失控,分化障碍,凋亡受阻等机制,在骨髓和其他造血组织中大量增殖累积,并浸润其他非造血组织和器官,同时医治正常造血功能。 白血病是造血系统过度增生,引起的恶性血液病,但是它是如何引起的呢? 病因,零一一纯因素,零二环境污染,零三病毒,零四血液疾病,零五放射因素,在我不是要诊重与受益的的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,属于慢性白血病的一种,那么除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,白血病的分类还有哪些呢? 白血病分类,零一极性白血病,极性髓细胞白血病,极性粒细胞细胞白血病,激烈模糊的极性白血病,零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,慢性粒细胞细胞白血病。 白血病的发病率,每十万人中有2.76个人,死亡率男性位于第六,女性位于第八位,儿童以及35岁以下的成年人位于第一位。 不同的白血病发病人群也是不一样的,成年人主要是以极性髓细胞白血病为主,儿童主要是以极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主。 那么在临床上有哪些表现可以警惕我们可能患有白血病呢? 白血病的症状,零一发热,感染性发热,中流性发育热,零二贫血,生成减少,嗜血,进行性加重,要限出发力,气短,心肌,恰致水肿等症状。 零三出血,可变及全身,以皮肤,牙影,鼻腔出血最为常见,零四气关和组织筋论,零八结和肝皮肿大,骨骼,关节疼痛,皮肤的浸润,还有一个最常见的牙影的增生。 如果怀疑有白血病,应该做哪些检查呢? 白血病的诊断,零一骨髓穿刺,骨髓穿刺的部位最常选取两侧的恰后上级,也就是大多数人腰带下原两侧屁股硬硬的那个部位。 最平坦一穿,皮下脂肪上,没有重要的血管和神经,骨髓含量丰富,没有那么危险。 零二骨髓截片检查,穿刺出来的骨髓也会进行图片,在线微镜下观察。 由于白血病温馨和育后分层复杂,因此没有千篇一律的方法,需要针对患者的基因和遗传物质,为患者致定个性化的精准的方案。 零一级性白血病,一,一般,紧急处理高白细胞血症,分离肌,化疗,水疗,二,防止感染,保护性隔离,个人卫生,无菌概念,一旦出现感染积极。 三,纠正贫血,书血,四,控制出血,直不直血,书血小板,五,防止尿酸性肾病,补业,减化尿液,六,营养支持,张奶奶,即性白血病,患病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。 请获张主任的精准以及张奶奶积极乐观的心态,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。 林尔曼性白血病,一般通过药物把相,针对费成亚色体,它下面形成的这种异常蛋白,来进行抑制。 如果一代八家成为了疾变期的话,意味着这个病人的生存时间就非常短了,要考虑成规的很难达到一个长期生存的效果。 对于这类病人就需要做骨髓移植,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案例语,可学证明捐献骨髓,对人体没有伤害,但是骨髓配对成功的几率低。 专家倡导大家积极捐献骨髓,为白血病人带去生的希望。 同时专家提醒,广大患者要积极配合医生,切勿造成严重的后果,耽误病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